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7月10号礼拜一 今天早上有盘东直播10点钟 然后我们在那边看着整个整体的行情 当时感觉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这个礼拜开始第一个交易日就开始进行反弹 然后我就在最后收盘 不是收盘 就是我们节目盘中节目这个在收播的时候 就问了大家说今天这个盘到底收盘的时候 是收红还是收黑 大多数人都是说收红 但是我现在在录影的时间点 我们大盘居然翻黑了 但是它不代表收盘是收黑 也就是说今天震荡很大 其实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开盘以后往上攻 然后涨了134点 后面结果后来刚才跌了23点 上下震荡就是150几点 然后等一下会震荡 因为今天的量能看起来是缩小的 我在盘中直播大概就跟大家讲了 而且今天的资金面是跑到哪里去呢 第三代半导体 那很多股票今天有攻到涨停板 然后后来又打开 那又是一个震荡的一天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不是10号了 对呀10号是怎么样呢 10号是要公告 我们的6月份营收要全部公告完毕 那么有很多公司会在最后一天才会公告 那很多公司呢 他们现在出现一个回档 那有些呢现在正在除息啊 光是这个礼拜呢 台湾股市呢就有166家公司要除息 所以有很多公司呢 其实除息很快就填息了 所以你说到底要不要去参加除息呢 如果假设是卡住的话 去参加吧 好之后跟你讲真的是去参加吧 有机会的 然后接着下来看说 那为什么震荡会这么大 我们在那边看一看本来就好好的 突然就灌下来了 那么灌下来当然 我还是要跟大家谈 上礼拜你知道的 上礼拜我们先讲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先考虑到FED要升息 好不好那升息升息 我们确认嘛 我们就是我们就把他当作是要升息啊 而且基本上就是要升息嘛 那请问升息一码两码三码四码 没有讲那么多吓死人 升息一码嘛 那假设是升息确定 然后一码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事情很简单啊 你看到外资他们在调节啊 他们卖股票啊 你就回回来看这个汇率啊 一看就知道哇 新台币是贬值的吗 那如果新台币是贬值的 那外资他就会怎么样 汇出资金嘛 就这么简单嘛 这道理是如此 所以呢短线上你会碰到这种压力哦 就是他的卖股票 他的调节 好的 那么调节到什么时候你才会结束 先讲哦 从早上这个盘看起来呢 早上看起来还没什么事呢 后面压力越来越大了 开始往下灌了哦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股市又出现一个现象了 什么现象呢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K线哦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 我说短线上啊 我们常常在见的一个防守 那这个防守呢 跌破某一个均线的时候 我们就观察说 那是不是要回撤哪里呢 第一个 在月线跌破以后 我们就发现他站不回去 好不好 不稳定 好 外资开始卖卖卖卖卖卖 一直卖哦 好了来了 重点来了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本来今天谈上去 却上个礼拜五我们讲过 那大盘是不是拉出一个下影线 比较有什么支撑的力道 果然是哦 大家来看一下 那今天是怎么样 往上他出现一个上影线 就我在录影的时候 这个整个K线形态又改变了 意思就是说 你去看 上个礼拜五我们的低点在16593 也就是拉出了下影线 收盘收在16664 好了 今天的低点在哪里 到目前的低点是16639 也就是没有回撤到上周的低点 对吧 好现在重点来了 那既然出现一个上影线在那边 代表上档 这个地方卖压沉重 我攻上去了 但是卖下来了 这个K线会不会改变 等一下 因为还没有收盘 我们再强调一次 我的录影时间是还没有收盘 正在盘中 所以等一下来观察 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这个压力很重 这根上影线插在那地方超级不好看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盘中不要在后面再拉回了 那意思就是说 感觉要回撤哪里呢 回撤季线 各位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回撤季线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会陷入一个什么 叫做整理盘 那么整理是上上下下震荡 除非怎么样资金往哪边靠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今天你去看到很多股票 在网上供哦 你看那个像那个 我随便举例啦 不管是加金也罢啦 不管是你看到上个礼拜就很强的太极也罢 这些都跟什么相关 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碳化系相关 我们为什么讲到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碳化系呢 大家有没有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过去在讲碳化系的这个过程里面的 很多股票呢 其实没什么太大表演啊 近期在表演都是属于AI啊 这一类的股票 但是呢 突然碳化系的股票拉上来了 我们要知道说 他运用在哪里 第二件事 刚才讲过六月份营收的发布 你到底好还是不好 股价有没有什么表现 我们就来看一档股票 他今天突然 咻 打到亮灯后来有打开 今天出亮了 蓬城 那蓬城是中美金集团旗下的嘛 那你看蓬城他所做的 就是车用 好吧 那当他六月份营收端出来的时候 蛮好看的 非常好啊 那这样子我来表演一下 就是我从低档直接就弹上来了 这边跳到太极去了 从低档呢 就直接弹上来了 于是乎呢 今天看到很多的股票是在反映什么 反映营收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前面先休息整理了 对吧 修正了 然后营收一发布 直接弹上来 好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天叫做10号 还有很多公司的营收还没有发布 等一下你看收盘之后 就会陆陆续续劈里啪啪啪 跑了一大堆公司出来 就是在最后一天再发布的 不是很好就是很不好 好吧 我现在跟大家讲 最后一天的不是很好就是很不好 好了来了 重点来了 那我如果股价修正过 我再碰到好 是不是跟蓬城一样 是不是有机会弹起来 有 这可能性是有的 那如果我还是很不好 但是我股价前面就修正了 我会不会大跌 不一定 好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你前面已经先修正过了 其实筹码已经在整理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要利空 所谓利空 就是营收利空来的时候 你不跌 那就是跌完了 那就代表跌完了 好吧 意思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我在高档 然后我出力多 我又不涨 哇 各位 高档 我已经涨到高档了 我利多还动不了 我再动不了 那这个地方 要出现修正 好 哇 那关心的股票可很多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 是真的有机会吗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看那种过去涨的股票 然后涨得很凶悍的 涨到最后变 变注意警示 然后就关锦币 然后关锦币到最后呢 股价还能够在这上面 等一下看一下 它的华城不是吗 我来看一下华城 172的高点 插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拉回来休息整理以后 股票是这样 我关锦币了 关五分钟锦币了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 我发现 不对啊 我关锦币 你看哦 各位请看哦 在月线啊 月线下面 然后到这个地方 突然又站回去了 就是 为什么关锦币 还可以股价 还可以这么稳定 我们就要考虑 到底他们是在做什么的 以重电三雄来讲 几乎每一家公司 都有一个概念 叫做充电站 充电桩的概念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看 我们隐约可以闻到一个味道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电动车里面的 基础建设 它是一个中长线 应该讲它是一个长线 如果你去看这个长线的话 就是话题 会不断的重复 为什么 当兵士 他来告诉你说 我也要加入 特斯拉 充电规格 的阵营 哇 你又想看看 特斯拉是何等人物 为什么大家都要加入 他这个所谓的充电阵营 你就可想而知 你知道那个有多复杂 就是我要搞一个充电站 到底有多复杂 土地的取得 然后电力的分配 然后到最后我的规格下去以后 每一个充电站 都要花非常大的成本 尤其是超充 超级充电站 所以干脆大厂怎么样 打不过你就靠拢你吗 就很简单吗 所以未来 我觉得还是会一桶江湖 所以呢 这个充电题材 会在后面持续发酵 那么接着 接踵而来的就是 我们面对这行情 是这样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突然有一个 突然有一个族群 他突然表态了 说大家请注意我 那注意 简单来讲 我们涨多的股票 休息整理 合理而正常 那我现在就要说了 既然进入下半年的刚开始 我们要特别注意 上半年很不好的股票 不好 六月营收端出来也不好 但是呢 不是 那我们要讲这个股票干嘛 它就是不好啊 重点来了 进入下半年 它会很好 好 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好该注意 该注意 所以等一下我慢慢分析 分析给大家听 所以呢 我先来看一下 今天盘中蛮有意思的 你说吗 第一个是有那个 叫做我们的月中呢 是有谁要来呢 月中 上次回答来了嘛 那我们这次在等待的会是谁呢 超微啊 超微 不是全都是AI 所以AI有没有机会 等一下来跟大家分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生计股里面 有关于CDMO的 CDMO的股票 我们先看一下 有关于生计股 在今年很多公司端出来的 营收都相当不错 如果你再搭上CDMO 各位请看一下 今年我们在台湾的生计大会里面 有一个重点 叫做CDMO 麻烦各位去注意 你看这一次 参展的厂商到底有多少 它简直就是一个重头戏 我也认为 在生计里面的晶圆代工 就是CDMO啦 如果CDMO可以挑出很多股票吧 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台药在表演什么 注意看哦 台药前面这个 这边叫做三位数 那这边出量了 短线的台药呢 持续的往上挺进 你可以观察一下台药 为什么讲 因为它本身就有CDMO好的题材 然后呢 注意看 它股本不大 12亿 好了 观察的是 本月 生计月 很大型的展览 好吧 那会不会生计股 到时候有机会碰出来 第一件事 我们看到台湾股市 目前成交量 它有在缩 好不好 在缩的时候 如果你有看到 放量股票 在往上攻的话 那么 你要特别留意 它到底有什么题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要讲题材 我在我今天看 不管是强貌也罢 你看到这些 有关于做车用的 甚至走进 第三代半导体的股票 今天确实表现的都不错 还有包括了像ESD的股票 像金燕这一类的股票 我怎么这样讲 过去我们在谈这所谓的ESD 静电防护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会回归到一个重点 这重点就是第三季的重头戏 问苹果今年的iPhone 到底会不会卖得好 不管它卖得好卖不好 但重点是现在都在拉货 那么这个拉货期呢 很简单来看 不管我们去看到像光学 光学的部分 我们看到零组件的部分 慢慢它成效就会展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今年的苹果 今年的iPhone 我想苹果的产品今年应该都有机会 比去年好 好吧 我跟大家讲比去年好 所以在相关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的 如此一来我们就在想了 那么既然消费性产品会是这样的话 刚才我为什么讲到ESD 那跟什么 那跟Type-C 有没有关联性 我先讲那个都叫接口 好不好 我们在常常在插拔插拔插拔 你知道吗 我们在手机充电 我讲手机就好了 手机的充电这样子拉开来拉拔起来 这个我们随时都有 每一个这样的动作都会充满的危机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举这样的例子 午后的雷震雨 有些我们的电器用品会损坏 大家就会知道那种叫什么叫做静电 突然而来的静电 好 这是相关的题材 所以相关的这些股票呢 有机会在这一季做表现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 好 那我们现在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我这样简单来讲 先找出上半年不怎么样的股票 我先讲上半年不怎么样的股票 下半年好像有机会的股票 是不是值得注意 所以拉回的时候可不可以注意 来我们来看一段股票 就是哎呦 对不起你凭什么 上半年很不好 来这段整理期过后 拉高以后 拉回来整理 居然又创高 注意看哦 这个放量以后呢 你会发现 也股价还在高档 好了那世纪钢到底怎么回事 讲到台湾 我先跟大家讲 刚才有形容过 我们在手上的持股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持股 于是乎呢 我们就会找 找很多很多的题材 第一件事要找的 找出来是什么 找出来是未来是有机会的 下半年它是有机会 那凭什么下半年有机会 第一 不对啊 这数据很难看好不好 来 第一个毛利率6% 这个是什么回事 第一季EPS 0.2 去年呢全年1.59 这世纪钢吗 不是吗 那下半年会碰到什么样情况呢 下半年呢 会来自于哪里 复微能源承包的台电离岸风厂的二期计划 海龙2A风厂的水下 集装订单 然后呢 CIP也是哥本哈根的这个基础建设基金 交付作业7月就会完成 7月现在 现在 所以下半年预期单月营收毛利率 有望攀上历史新高 历史高峰 等一下 你毛利率现在才6% 所以有可能在十几%以上吗 为什么不可能 讲给你听 台湾啊 台湾大概就有两家公司 可以做水下基础 如果你去看那个所谓的那个风机啊 离岸风电 我们先讲都离岸风电 为什么要这样讲 只有离岸风电才有水下基础 好不好 怎么讲的 那个海岸啊 我们看过去 然后那个海底啊 从海平面到海底 大概有多深 他就要决定你大概要使用什么样的水下基础 大家请看 我大家会讲快一点 有关于在下半年他会开始进行的 大家请看一个重点 在哪里我先讲一个单庄式的 只要一根基桩 他就可以撑起一支风机 这个是我们讲的离岸风电 水深大概30公尺以内 而且呢 他的海床的地质要是很坚硬的水域 才有办法用这种叫单庄式的 如果你用管架式的代表这件事情就是 他的水深是在25公尺到50公尺的水域 而且我们台湾西部的外海哦 因为左水溪有长期有冲刷一些泥沙到海里 他的海床哦 他有些沉淀物哦 所以他会比较松软 所以这时候要用什么 要用管架式的 管架式是什么 他有三根基桩跟管架共同组成 哦 那我问一下哦 这个毛利有比较高 而且这个超难弄的 好吧 我现在跟大家讲超难弄的 我就举个例子给你听 大概5MW的离岸风机的发电组 每个机组总的用钢量大概是1800吨 但是你知道那个水下基础的用钢量 就是1200吨 所以占比就是整支风机的66% 这是5MW 如果你去看那个9.5MW 那个单机用钢量就达到2500吨 而且你有没有想象过 那个高94公尺 这个是四季刚在做的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 因为那个订单是越来 你就看到在手的订单是OK的 你现在是开始要交付 所以预计下半年整个营收会整个带上来 所以我认为像这一类的股票呢 它已经掌握到什么 它已经掌握到机会了 最不好的时间已经过了 这种股票可以留意啊 我先跟大家讲 这种股票就需要留意了 再过来就看什么 大家都在谈什么 大家谈那个AI对吧 那先跟大家讲啊 不管我们现在所看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联家军 那联电集团 联电集团里面有大概这几档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 都是耳熟能详的股票啊 除了联电之外有系统啊 包括智源包括联羊包括联勇 包括星星 这个ABF栽办嘛 这个好了 那我今天会谈到谁呢 会谈到智源 也就是做IP细制裁的智源 为什么会谈到它 你说智源其实还好吧 如果以IP概念股来讲的话 智源在上半年表现也都还好而已啊 是不是下半年有机会吗 首先你就要来看 有关于终端客户应用的范围会在哪里 是不是我们每次谈到有关于IP细制裁 IC设计公司 我们当我们连结到AI的时候 就是有契机不是吗 然后我们再导入车用的部分 来车用的部分是吗 车用的部分跟谁 那就想想看 他是连家军吧 那简单来讲后面代工厂是谁 智源代工谁 就是联电嘛 所以我在我上游这边 我必须要有支援 什么要支援呢 很简单 你想到创意 难道不会想到台积电吗 对啊 那创意就台积电旗下的 所以当我有这样资源的时候 我是比较好来搭配合作的 所以的未来我们去看 有关于电动车 自驾车 有关于ADAS 这些特殊应用的 这些晶片 ESIC 跟我们讲的委托设计 这些量产的订单 就会可能有扩大争取 那好 除了AI之外 我们就看到他原本在大众化地区 他走的就是智慧电网 在这一块 可是呢 走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以IP细事财的公司来讲的话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很简单 如果我们去买金元代工的股票 我们会担心 不管什么公司只要制造业 我们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库存 库存压力 好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IC设计法人这么爱 为什么IP细事财法人这么爱 就你讲吧 股价走高了 拉回来休息整理的时候 他还有机会再走高 凭什么 对不起我毛利高 第二我没有库存压力 好吧 那也就是 有新兴应用来的时候 我能够接着上 所以 我们现在讲一件重点就是 当我们看到这些IP细事财的公司 我们在看的时候很简单 我去看他第一季的 第一季的获利是2.02 去年是不是9.88 对不对 是10块钱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他的业绩呢 已经是下降了 然后 单季的毛利率的下降 一到两个百分点啊 全年的营运在第二季 已经是谷底了 第二季不是过了 对啊 第二季过了 接下来会逐迹往上 所以 今年呢 将会回到成长的轨道 所以如此看起来的话 今年的IP跟NRE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过去我们在说 新的开案 NRE开案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机会就来了 慢慢去观察 在今年调整以后 我们认为 智源在 今年明年呢 开始整个 会恢复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成长 所以 基本上大家都会认为说 高价位股 我们在那边 我觉得说他们已经 涨得很多了对吧 但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啊 就是 当我营收 已经走出谷底以后 我在下半年 有另外一个气象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赶进度 好吧 那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心里没有个底 就是说 我拉回来的时候 我要特别留意 这档股票 未来法人对他的态度 未来的走向 因为 在IP来讲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要是看 你完全看法人的态度 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们讲股市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就是 法人的卖压 好吧 那到底谁在卖啊 然后我们大家在想说 不对啊 今天到底谁在卖 为什么有时候法人买一卖 之后突然卖掉 对不起 不同组 好吧 什么意思呢 外资有一大票 日系的 没系的 好吧 那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说 当我们看到外资在调节的时候 大幅调节的时候 又出什么状况呢 看看 往往都是汇率 好吧 那如果汇率的干扰因素降低了 是不是他这个卖压会趋缓 有可能会趋缓 好的 那我就要想到 前一阵子 我们的台币也是走扁 后来呢 直吻以后呢 开始强谈 好不好 开始强谈 所以外资又回笼了 好吧 他又回笼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各位 我们掌握一个机会 我们不能去看说 美元就是永远都是强势的 很简单 之前的升息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有一个法则 也就是当我跌无可跌 也就是当我落底以后 我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会直稳 然后会进行反弹 这是全球货币的趋势 美元未必会是最强势的 因为他现在在讨论升息这件事情 好了 那如此一来 当我们面临所谓的压力 就是外资汇出的压力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会找到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拉回是机会 股票不可能一直涨 我就跟你讲 不可能一直涨啊 当不可能一直涨的情况之下 我到高点我一定要休息 但是为什么有些股票好像涨不停啊 你说不对啊 队长 我就发现有些股票好像真的涨不停 你可以举例吗 可以啊 比如说像华星光这类的股票 怎么可以涨到这个程度啊 那好 那问大家 你看 我们常常在看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的股本就10亿出头的时候 我是不是中小型股 是 今天所有放眼望去的话 你要看一定要看中小型股 为什么 中小型股里面筹码稳定 他外资不一定会卖 他有可能会买啊 真的喔 上个礼拜五 华星光外资买了3800多张 对 为什么 这故事呢 应该我之前讲过 没讲过 我再跟大家讲 但是他在高档了 对吧 没有错吧 他在高档了 好了 那有些股票是不是拉回 有关于网通族群 有些股票是拉回的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当今天我们看到盘降震荡的时候 大家心里会有个想法说 我是不是现在进场 那明天是不是更好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明天是不是大家都看到成绩单了 所以六月份成绩单大家全看完了 看完以后呢 就会发生件什么事情呢 就开始做比较 什么是什么比较呢 我到底我现在买这股票 到底有没有机会 好不好 六月营收 好了 我们来看啊 还有短线上 我记得上个礼拜 上礼拜六 产业先锋队的周末版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富华嘛 有关于他的题材 我们都讲过了 富华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除息 除息下来配一块半 那么除息下来配一块半 今天最高是57块3 各位57块3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填席了 也就是今天他完成填席了 但是因为震荡他又打下来 到目前为止 大盘翻红了 他还是他还是红的 也就是今天他填席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很多的股票 在今年呢 都有机会去做填席 华航今天也除息 华航也填席了 啵填了 来 那接着问 哇这礼拜有160几家 166家都要这个除息 重量级的股票也会出现 所以 问了 该不该去除息 除息 除息吗 除息 那除息完毕怎么样 这礼拜开始 已经有之前除息的公司 在发股息了 也就是说 你可以收到你的股息了 哦 又有钱了是吧 问 那这些钱我们是拿来花掉 还是有可能再进去股市 再进去股市的机会还蛮大的 蛤 这样子哦 那 那么我们台湾股市是不是还有活水 还有啊 下半年 我觉得还很精彩 我现在跟大家讲 为什么 你去看啊 上半年我们已经表演了奇迹 大家都会说到17000以上的难度有增加 确实没有错 感觉难度是增加了 可是不要忘了 下半年有很多产业忘记正在进行的 那如果你这样子看 那真正进入到忘记的时候 他反而不敢做股票 那什么原因呢 怕前面涨多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哦 那现在有拉回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可不可以赚钱 可以 你敢办做而已啊 好吧 所以提醒大家 不要怕 不怕 大盘震荡 要不要怕 不用怕 上个礼拜你会比较怕 但是今天大盘说 不对的队长 涨了一百三十几点 然后现在现在拉回到这个位置 我当然怕 少了一百多点啊 指数跟你有什么关联性吗 没有吧 股票关联性才大 对吧 所以我在那边提醒大家 下半年法人的态度非常重要 我如果说法人的态度 大家那边想说 那要看谁呢 要看外资吗 还是看投信 我这两个都要看 好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如果你能够洞悉这个产业 你卡位卡在法人前一步 如果你没有办法前一步 你至少同步 同步 他在买你也在买 要不然你先买他来买 好不好 就是那你绝对不能 他买了一缸子以后 说什么什么股票很好 然后你再跟着买 对吧 好的那这样子来了 先跟大家讲 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现在有一个队伍 他叫什么呢 他叫顶尖队伍 他叫Top队伍 这个队伍呢 专门研究 买 买什么 法人要买的股票 我有多了一个团队 研究团队 专门去看法人的筹码 专人去看法人的产业 他们去拜访的产业 我们会有研究报告 我就专买 法人要买的股票 你说不能提前至少同步 对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胜算会比较高 而且你买完之后 你看到未来报纸还发布力多 那大部分是法人在发的 所以我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觉得下半年 有这个机会震荡 我还想赚钱 你说我不怕了 今天那个大盘震荡算什么 一下红一下黑的 等一下又翻红了 好不好震荡里面 我才有机会啊 好了各位请听好啊 如果你参加了我们的活动的话 上个礼拜的活动的话 如果你说 队长我也想加入你的顶尖团队 顶尖的这个队伍的话 麻烦再跟我的助理说一下 好吧 请大家就利用我们的LINE AT 跟我助理讲 然后请大家注意 如果今天运气来到你身上 你可以用 你就去用它 好吧 我把那个游戏的说明方法 我都讲给大家听了 如果你有这个好运 我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的顶尖队伍 好不好 顶尖TOP的队伍 好 那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这是有关于 针对法人的持股 他们要买进的股票 好的 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提醒大家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所跟大家报告的 我认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AI产业他还没走完 好吧 第二件事情呢 往下走的话 电动车也没走完 电力概念呢 随时会发动 这是我的目前的看法 所以呢 理论上 像世纪钢那一类的 他都跟电力相关的 那是都基础建设 好的 刚才跟大家讲的 有关于 顶尖团队这件事情呢 如果不清楚的 麻烦再在LINE LINE AT 里面问 还没有加入LINE好友的朋友 麻烦各位 请扫描这QR Code 市场呢 只有这个LINE AT 其他我都没有用 我再讲一次 其他都是骗人的 用我的照片 用我的名字 然后弄了个LINE 来加你的都是假的 好不好 你要自己来加我 好吧 LINE AT你要自己扫描QR Code 来加我的好友 有任何问题的话 在里面询问 好吧 另外今天早上是有直播的 135早上的10点钟 是有盘中直播的 如果你看不到 代表您是 东森刚进来看的观众 麻烦各位扫QR Code 连结到YouTube 宇凡队长的频道 请你按订阅 这样135早上10点钟 盘中直播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震荡难免 好吧 所以呢 未来会越来越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理一关 西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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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